今天一大早第一件事情很开心的就是一打开我的email 我就发现了这个昨天的核酸检测已经出来了 上面写的是negative代表是阴性 所以我明天可以顺利的上飞机了 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先生从他办公室拿过来的一个口罩 我觉得这个弧形蛮好的 你觉得怎么样 他可以把所有的嘴型这些来讲 全部都把它盖得很好 所以在飞机上在一个行程就带上他 这是一个长的一个行程 不过我很高兴 所有的事情都办理好了 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主题 叫做如何去寻找一个适合你的防疫旅馆 在台湾来说的话 大概有一百多家 尤其在春节的时候 许多人因为要回去 要过年 所以防疫旅馆来讲的话 生意简直是太好了 我也大概做了一些的调查 大部分的价钱的防疫旅馆从价位 两千多大概到六千元不等吧 这里面当然有包括五星级的饭店都包括在内 有一些的楼层使用开放为做防疫旅馆 那你要是如何去选择一个防疫旅馆呢 你自己本身你会怎么样去做选择 哪一些是一些的必要考量 这个就很重要 对我而言 第一件事情当然是预算 而如果从两千到六千之间的话 你要选择是哪一个价位 虽然台湾政府有补助一天一千元台币的这样子的一个费用 也就是15天来说你出了防疫旅馆以后呢 可以拿到一万五千元的补助 可是其他的费用来讲的话 你要把它要斟酌在你的预算里面 第二我个人觉得在防疫旅馆里面 不管你说是六千块钱的价位也好 或者两千多块钱的价位也好 如果你在台湾是要帮你的朋友 要订防疫旅馆的话 我建议你事先先走一次 至少到他们的柜台去看一下 以下是我的经验分享 我的女儿Emily在去年八月的时候回到台湾 那因为我母亲在家里面 只要长者超过65岁 就必须要在外面隔离 所以呢她就住在某一个品牌 现在讲的是品牌的副品牌的一个防疫旅馆里面 那我曾经到那个防疫旅馆两次到柜台那里 因为要帮她做一些结账等等会送一些衣物 我个人就发现防疫旅馆里面 第一个感觉到说 哦这是防疫旅馆吗 那你们自己本身的员工来说的话 都没有一个卫生的这样子的概念 更不要说消防安全 万一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的堆积 对不起 这是因为我在饭店里面工作了三十几年的经验 而在这些来讲 对我我是非常挑剔的 所以因此预算可能是第一 第二重要的就是安全 所以一个大饭店里面 或是这个防疫旅馆里面 还所有一些的设施设备来讲 是否周全 尤其是在清洁卫生环境这一关来说的话 是非常重要 第三呢 当一个人被关了十四天十五天的时候 你觉得你喜不希望防疫旅馆 你的房间里面有一个窗户或是可以看到外面 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封闭式的一个情况 居住情况整整的十五天 对连门都不能出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待在里面可能要抓狂了 你真的要找很多很多的事情 可是至少你可以有一个机会去看看景观 外面也许它是城市 也许是计程车 只要是在那 在当下你会感觉跟世界 跟你的旁边的环境是连接 是非常重要 所以呢 寻找防疫旅馆的时候呢 有一个窗户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呢 我觉得一个也非常重要的 就是大家都会说 人为了三餐 在防疫旅馆里面来讲 然后你吃些什么啊 这些好像是衣柱型 食物 人以食为天 名以食为天 所以防疫旅馆能够 有没有公餐 哎 这个也是应该必须要知道的 所以事先的时候可以打电话 他们除了公餐 有没有一些的变化内容 有些的变化内容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让你天天吃泡面 大概你会去吃了两三天以后 你会想吃别的东西了吧 对不对 OK 大概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个人找防疫旅馆 就是根据了这几个大原则来找到的 那很幸运的是我已经订好了 而且跟柜台打过电话都确认里面的一些的细节 耶 终于明天就要到飞机场去 然后呢 星期五的时候呢 就可以在早上抵达台湾 对我来讲是一件好开心的一件的事情 那也祝大家呢 今天愉快 以及呢 我们明天 明天我们在机场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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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